沈阳前副市长社会两千余万一半与其的有关,中共沈阳市前市委常委,副市长杨亚洲,2016年2月底落马中共辽宁省沈阳市前市委常委,副市长杨亚洲落马两年多后,官媒日前披露其已因社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而杨收受的2161万余元会款中,有一半是与其地杨某共同社会。 据检查日报11月13日,报道杨亚洲案的判决书,记录了其22笔受贿事实,资料显示2006年至2015年间杨亚洲,利用其担任沈阳市政府市长助理,沈阳市和平区委书记沈阳市委常委,副市长,沈阳市东陵区委书记,沈阳市混南新区党工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位谷某,辽宁某原林区委, 景观有限公司等个人和单位在工程承揽,职务晋升,土地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古某,方某等22人给予的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2161万余元其中,杨亚洲仅伙同弟弟杨某共同收受古某给予的贿赂就达1000余万元,杨亚洲被指控的社会金额中有一半与他的亲弟弟杨某有关一些细节,也曝光2010年的一天因有事相求。 杨某来找时任沈阳市副市长的杨亚洲,原来杨某到谷某经营的公司上班后,谷某告诉杨某如果能通过杨亚洲,接到工程杨某在公司的业绩和地位,就会大幅提升,而且会得到丰厚的奖励金。 当时浑南新区正在搞开发建设,有一大摊子的工程项目,杨亚洲很清楚古某的目的和用意,不过还是答应帮忙。 杨亚洲建议杨某回去和古某商量一下,让古某找公司的总部领导去和浑南新区政府洽谈此事。 于是2010年末古某的上级总部领导于浑南新区政府,进行了洽谈杨亚洲在洽谈会上表示,允许古某的公司参与浑南建设项目的投标洽谈会结束时,杨亚洲还特别强调,欢迎古某公司参与浑南基础设施建设。 您眼人都能看出,杨亚洲是以公开开会的形式传达自己的意图。 这次会议后,古某的公司在浑南新区建设中接连中标,共接到了20亿元左右的项目。 通过杨亚洲的帮助古某的事业不断发展,原本一个规模很小的公司,竟然被上级总部收编。 古某和杨某也都成为总部的在边人员,分别担任沈阳分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此后古某的胃口越来越大一,再利用这层关系找杨亚洲帮忙,之后古某公司又承揽了浑南新区六分之一的轨道建设工程还让杨亚洲协调。 由浑南新区政府出面为自己的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了担保,以及帮助解决公司成建的工程回款问题等。 而古某也给了杨某不少好处。 2013年古某在大连某高档公寓,看好了两套价值3000万元左右的房子,准备买下来做会所并告诉杨某有他一套古某。 还找到杨亚洲,让其帮忙找开发商给打折。 最后两套房子总共给古某优惠了100万元左右。 古某分两次给了杨某1300万元由杨某妻子交了750万元的购房首付款,在用于还贷款的卡里存了310万元。 将余下的230余万元都用于办理古某和杨某的其。 他一些投资手续和缴纳相关费用案发后古某也承认,其实给杨某送钱就是为了感谢杨亚洲的帮助,也是为了和杨亚洲搞好关系,以便在今后各方面得到杨亚洲的关照。 现年55岁的杨亚洲2016年2月底落马次前他2008年1月至2016年2月,任沈阳市副市长。 期间先后兼任东陵区,浑南新区委书记,浑南新区,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沈阳市委常委等职。 杨亚洲,被指示江派大员,中共前驻建部部长陈正高,主政沈阳时,一手提拔,据海外年会网报道,杨亚洲在沈阳任职期间,曾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是该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